这场风潮活动包括鱼池国中、鱼池国小、新城国小三所学校 近百位小朋友前来参加 并且带来精彩的歌舞才艺表演来暖场 鱼池巷的红潮文明国际 除了三间国中小的小朋友 也邀请长官来宾参加 他们勉励小朋友要掌握自己的未来 不能够忘本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好 因为食农教育是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有在推动这个专法 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农会有这个活动 我也要跟我们在座的小朋友说 未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就对于在整个从小教育做扎根 也让我们的小朋友对我们在地的 这些产业的文化能够有深入的了解 我们今天将我们四年级的小朋友 跟我们国中一年级的小朋友 来做这个风茶的动作 就是要各位小朋友你们要记得 鱼池永远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本跟跟就是我们的红茶产业 它是风雨旺茶 然后来让学生的一个希望能够萌芽 然后它搭了一个平台 让梦想能够起飞 鱼池相有很多优良的产业文化 透过活动的举办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鱼池米 水鱼蜜蜜 中原茶米 还有鱼池的鱼 我们专程用我们鱼池香的土 下去做的一个茶仓 把茶封在里面 也给小朋友一个观念是 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地那么多的农特产 未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也希望说他们可以把根留在这个茶仓里面 让他们知道无论到哪里 都可以以我们鱼池香为荣 透过活动让国中小的学生了解在地优良产业 他们也将心愿封在茶仓内 并且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可以成绩以后可以变好 希望我的梦想可以成真 就是希望我的成绩变得更好 还有我朋友变得多一点 我许了成绩更好 我打网球打得更好 我许愿六年级之后可以长得更高 我许愿就是六年级月考的时候成绩有进步 透过活动推广在地优良产业文化 并且结合校园的教育来扎根 也让小朋友实现未来的愿望 记者发红坤南投县采访报道